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杰里是表演艺术委员会委员 历届CCTV全国电视舞蹈家大赛评委 艺术家曾参演过《火烧圆明园》 《垂帘听政》《杨贵妃》等影视作品 周杰在电影《杨贵妃》里面的古装扮相 可谓是让人惊艳不已 造型大气又端庄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人间富贵花 周杰也在1993年凭借主演电影 《杨贵妃》获得第1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 除了演员这个身份 周杰更是一个优秀的舞蹈家 从1974年进入上海歌舞剧院算起 周杰已经从事舞蹈专业40多年 他也成立过自己的舞蹈学校 在51岁时 更是推出了自己的原创舞剧《周旋》 周杰不仅舞跳得好 人也长得十分漂亮 所以周杰又有了东方美神的美誉 周杰还经常被人拿来跟杨丽萍老师做比较 不过其实两人都是对中国舞蹈有所贡献之人 美的也是歌有韵味 周杰老师的突然离世让人感到震惊的同时 更多的是惋惜和不舍 我们又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舞蹈艺术家 和一位绝美的演员 不过周杰老师留下的作品会永远被人记住 希望周杰老师一路走好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